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老奶奶不小心摔倒了 男主睁眼看了一下 老奶奶的脸突然变成了诡异的脸 男主吓了一跳 然后闹钟响起 男主起床 原来这只是一个噩梦 但电视中播放着相同的节目 然后男主又再次坐地铁 老奶奶也再次上了地铁站在男主面前 男主和老奶奶四目相对 结果老奶奶摔倒了 脸也变成了诡异的脸 然后闹钟响起 男主起床 又再次坐地铁 男主发现 同样的事情反复发生 甚至诡异 这次老奶奶又再次上了地铁站在男主面前 男主立即起身让了坐 这次老奶奶的脸没有变 男主下地铁后 看见一个眼镜女把自行车弄倒了 男主赶时间准备离开 结果回头发现 眼镜女的脸也变成了诡异的脸 男主崩溃了 然后闹钟响起 男主起床 于是这次 男主帮助了眼镜女 眼镜女的脸没有变 之后男主来银行取钱 一个胖胖女恳求男主让她先去 但男主赶时间 拒绝了 这时男主突然想到之前的老奶奶和眼镜女 然后回头看了看胖胖女 胖胖女的脸也开始变形 男主立即闪开让她先取了钱 取完钱后 男主走在路上 发现如果不做好事 时间就会倒流 这时男主遇到了负心男和暴力女 暴力女因为负心男负心 所以要打她 负心男让男主帮帮她 暴力女让男主别管她 男主希望暴力女冷静一下 这时暴力女的脸开始变得诡异 男主只好把躲在自己背后的负心男交出去 而这时 负心男的脸变得诡异 男主崩溃了 然后闹钟响起 男主起床 男主想换别的方式进行下去 比如禁地铁一开始就不坐下 这样就不用让座了 比如打算去ATM机取钱 换成到柜台取钱 但每次还是会面临先童的状况 遇到之前的人 这回男主遇到暴力女和负心男 暴力女直接打到了男主头上 男主也终于往下进行了 然后男主来到住宝店 看到想买个戒指 这个戒指之前和公子一起来看过 公子很喜欢 如果用这个戒指求婚 一定可以成功 这时有个眼镜男站出来想要这个戒指 希望男主让给他 男主不想让 结果眼镜男的脸又变成诡异的脸 男主崩溃了 然后闹钟响起 男主起床 这次男主不得不把戒指让给他 不然时间就无法进行下去 就见不到公子 在路上 男主还背老人上台阶 帮小女孩拿气球 帮女人找隐形眼镜 把孕妇送到医院 晚上男主终于赶到花店 买了玫瑰花 这时男主看到一个小男孩在大火中 男主想到公子 还在酒店等着自己 于是决定冲进火堆 去救小男孩 然后男主终于回头独脸 赶到了酒店 看到了公子 男主表示很抱歉 等这么久 但公子温柔地说 没关系 男主说 我没有鲜花 也没有戒指 这时男主看到公子手上 戴着之前男主要买的戒指 然后公子对男主说 自己要结婚了 这时眼睛男主的现 走到了公子身边 还说是男主把戒指让给他的 男主是个大好人 男主崩溃了 说自己不是什么好人 拿起酒店的牌子 朝眼睛男甲去 然后闹钟响起 男主起床 就这样 十年过去了 男主帮助了很多人 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假 主持人让男主上台发言 男主说 经常有人问我 为什么要如此奉献自己 因为如果不那么做 就不能向前 仅此而已 主持人说 男主太谦虚了 然后李仪小姐 颁发奖杯给男主 结果不小心 被裙子拌倒了 男主立即接受了李仪小姐 全场鼓掌 可不曾想 这时男主踩了主持人的脚 主持人的脸 又变成诡异的脸 男主崩溃了 然后闹钟想起 故事结束 影片中 男主必须做好事 必须牺牲自己 帮助他人 才能让时间进行下去 这让我想起 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绑架 人们以道德的名义 左右他人行为 向前阵子 四川地震 战狼二又大卖 有些人跑到 无精微博下面评论 赚了这么多钱 打算捐多少 给再去呀 怎么着也得捐一两个亿吧 无精默默捐了一百万 可这些人 还是觉得太少 可无论多少钱 都是人家自己 辛辛苦赚的 有权利分配 而说这些话的人 充分地展示了 我全会有理 你父你活该 我若可以鼓齿 你抢你得当圣人 当然 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可能遇到 各种道德网架 或许经常听到 这件事对你来说 就是举手之劳 为什么不帮个忙 但是举手之劳 是我的签词 不是你保诫的说辞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我的解说 记得关注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